現在是前中期角色 對 因為會戰的時候 那個另外兩隻實在太硬了 就是納蒂五斯跟樹子太強了 哇 還怕果子點掉 避免掉一些額外的風險 不過也是有可能是想要秀一下 他這個精彩畫面 就是把果子點掉 不過看了一下 另外一邊的話 則是剛剛下路線是有一波 第一波的交手 血量上面原本是 傑格這邊有稍微被損消了一點 好 兩邊是 有上半不開 而Morning是進入了藍muff區 先確認一下對方開局的方向 這一個開場其實看到位置 我覺得對於Jaytin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到了卡麗絲的位置之後呢 你其實開始策劃第一輪的 野區跟跟河怎麼打 因為卡麗絲其實第一輪的時候是一個 比較偏防守的角色 差不多吃到三等之後 塞尾開跟對方抗衡的本錢 不像李星其實兩等開始 就可以把你踹的不要不要了 而且 剛剛應該是有 有這個開六鳥嘛 方開一下 所以現在的話 reference血量還算維持的可以 然後繼續往下走 這邊是把重擊留下來 而另外一邊下路的線 感覺上是由HQ這邊所率先推送的 感覺上是想要以這個壓兵線為主 射擊被壓了之後本身就很難處理 不過目前 卡麗這個角色其實在對線期的話 我覺得 總是能夠讓你在前三等的時候 得到推薦的主動權 這是一個 職業場是很有優勢的點 我覺得射爾西這個角色主要想要打的 應該還是在於 配合Jungle第一輪或第二輪 的這種Gank上面來說的 很硬要 那他應該想要打出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滑溜性質夠吧 就是可以讓李星這種 本身高位移性的角色 更有位移性質一點 然後來看一下中路是reference Mountain緊跟在後面一個胡蕭龍 出手之後 Chowy躲過後面是Mountain 跳出來reference 半血 交閃線 這 這中野的強碰看起來第一波 輸了 似乎是噴了七成的血量 加一個閃線 李星這個 戰敗 戰敗 這第一回合是輸掉了 不過 還有很多回合 尋求第二回合的話 要看一下Mountain 有沒有要來跟你撞這個第二回合 Mountain是把人打殘之後進野 被眼睛看到了 不過 李星的選擇的方向 則是往上漫步河道去走 這裡其實有一個點是 因為Mountain他主動抓到了這個reference 位置就把他打殘 那當他先把他打殘之後 他就可以選擇要進左邊右邊 所以其實reference是被動的選邊 他就說他如果進右邊 那我只能進左邊 可是 這個點位上面來說 原本J team的下落 是需要你Gank來幫助 把限力會打回來的 那現在其實就沒有機會 把下落給打回來 那下落限就會被壓在塔前面 然後不停的被poke這樣 會過得不太舒服 reference來到毒蛙區 就像超少老師講的 被動換旁邊野區 下了一個眼位 先把這個毒蛙給拿走 再爆poke結果下牆 但是上路的剛剛已經是Morning 跟Ziff一步的交手了 身邊引誘出來後面有reference 準點 虎槍龍一命中 Ziff馬上交閃 這一波感覺 怪怪的 因為Ziff如果沒有看出 應該是已經嘲諷操跳 他是想要跟Morning 下落也打起來一個哲文掃盪 先把Albes跟小安兩個 雙A給往後刷了一下 治癒虛弱全部都下去 一個破甩鍵貫穿 但是傑克的血量 還算維持得不錯 這個下落的交手 這波子精彩刺激啊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這個傑克的這個射爾西 是他進職業前 最Man的一隻 這個他的ID叫小胖仔 對叫小胖仔 他那個只會玩射爾西 我都被他打爆過 我以前我被他打爆過 蛤 你以前這麼高端 天啊 湯米 略懂 略懂 那什麼改變了你 變成現在這樣子 就是有 以前在跟HQ團練的時候 被HQFighter那個小葉葉 踹爆 然後我們就 我就不打了 我知道了 被踢到台上來了 你的人生就是被 小葉葉所改變的 他那一腳 把我踢到台上來了 陣行了你 把我踢到台上來了 那天晚上陣行了湯米 他們說我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 你知道這算是一個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就是當時我們跟這個Fighter團練的時候呢 我們是這個 練了十場 然後大概有這個九場都是被 血虐15分鐘結束 沒關係 我可以跟你講我的故事 我那時候都跟這個 還沒有奪冠的TPA練習 哇塞 我們都 我們這個 是For the win嗎 對 跟KFT他比我們練習 對 我們這個 十場輸十場 我們那一場都贏 還有贏過那一場 最接近的一場是去比賽的那一場 差一點就贏了 天啊 哦呦 Money很兇啊 真的兇啊 一把畫面轉到 這個比賽上面的時候 Money就馬上兇了一波肚子 其實我覺得剛剛 上路這波Ziv的 被gank的感覺上 不太必要 因為 呃 他知道李星也換野區了 所以我覺得他上去嘲諷的時候 多少一點在賭 賭說李星 不會這麼剛好 就在旁邊給我一腳吧 因為他可能只要 再過三秒鐘就拉回去了 如果剛好被抓到這個機會 哇 總路Fofo看到 翹宇沒有魔力了 往前用自己的叉子 叉了兩下 我另外看到一個 點想要問一下的就是 現在上路很多的AP角色 尤其是九筒 會在對線的時候出三多藍界 也包含著九筒所需要的屬性 全部都有 但聖這邊的回音方式 是他出了一個紅寶石 一個鞋子 沒有魔法抗性 這個會抗得住九筒這條線嗎 其實我覺得 這個點就是聖這角色 真的強的地方 他就算不出這種類型的裝備 他線也不會過得太慘 他如果不是剛第一輪被gank掉閃 我覺得他其實打線應該是 還挺OK的 但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這個版本 為什麼這幾隻大地武士啊 樹仁還有九筒 會浮到這麼高檯面的問題 我覺得是 多藍界買三顆 任何人 這個套路 又是一個3 開一張三給他 三個多藍界 我告訴你 對線怎麼打 真的這個三多藍在最近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這幾隻AP型的坦型角色 在對線期的時候 都會變特別厲害 聖跟他們打能打 是因為聖透支是他的後期 想想看一個人這個 小時候就透支未來的力量 原來是這個 不懂得理財觀念的這個小朋友 我先把我的未來先刷掉了 卡先刷完了 這卡沒了怎麼辦 沒關係 靠隊友 靠隊友 這就是卡沒了 卡在這個找別人訂 原來是卡奴 好苦的臉了 聖小時候很厲害好嗎 所以他還沒有 還沒有發揮到而已 還沒有六級 六級了六級了 你看現在這個老三的下半部 兇兇兇兇兇 來看一下老三的入野 這邊是五等的老三 巧瑋這個時間點有六等 有大絕 FORFOR也是六等 那這個向日葵班的這個小飛斯 目前還沒有任何的一個積極常識 我想應該是因為還沒有找到娃娃出氣 就是這個 大家都知道有些小朋友 有些兔子 歐打一些兔子的娃娃 可以導致他這個舒帕恰的情緒 你知道希羅他頭上有兩個 那個可以把他當耳朵這樣拉起來然後開扁 所以你在預測等一下飛斯 有我相信 通常只要有飛斯在場上的時候 就開戳了 希望無窮 直接插爆 希望無窮 OK 好 你看 這個Mountain頭上也有兩隻 哇他被推到了感覺有點危險 怎麼會這樣 但是還好他有腹肌斗篷 不怕 Mountain走出來 這個 還好我有穿衣服 我有穿衣服 但是你看到這場其實飛斯從第一輪的Gang 沒有被幫 這個幫助到的情況 到現在 這個對線是不太舒服啊 線路被推送很嚴重 反正中路選飛斯輸20隻吃兵 也不是 我們沒有看過的事情 原來錯的其實不是人 是角色 OK 沒辦法嘛 拿叉子跟玩球的 總是那個球的會比較厲害一點 而另外一邊我剛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因為中路推線推輸的關係 所以半邊野區兩邊左右兩側的視野 全部都是AHQ的 應該說老三想進就進 配合他的隊伍也想進就進 還有另外一點是 你看到是 老三其實只有對下半部野區 才會打這麼兇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點有透露出 就是AHQ是想要利用聖來做一個 這個配合 逼一個團戰 但是我覺得這隊其實防得蠻好的 因為他們應該也了解到 對方是會想要下來的 所以想要更多的是 把聖控制在上屋之後 利用找成這個對線的優勢 多消耗一點對方 這個 我每一次要吃兵都會被推一下 其實我之前以為這樣子很帥 直到我自己玩了星斗 然後發現這樣其實也不能怎麼樣 其實你中了魚 就快掛了 沒中就沒事 好像推沒有那個球的話 那個傷害沒有到很多 其實不痛 但是 會讓你很有這個心理上的爽感優越感 原來是這樣嗎 所以是一個情緒流玩法 這厲害 這早就厲害 跟對面的這個打兔子流 是同樣的 打兔子流是概念 就一邊有這個情緒流的推球 另外一邊有打兔子 不過Refrain 現在的藍buff的這個動向 已經被AHQ眼位給抓到了 要轉讓一下藍buff 這場基本上其實Refrain好像很長 就走在這個眼睛上面 他的視野是排不掉的 自己都已經沒穿幾件衣服了 還被對方這樣子看的 全部都是 明天社會版新聞 召喚峽谷 有一名只穿短褲的 還被看光光的那個盲眼李先生 有一個盲眼李先生走在路上的時候 一走過這個AHQ的監視器 請問有什麼問題嗎 欸 喬尾這個走上來沒有 好像完全沒有被看到 來做一波夾擊嗎 但是 Morning已經叫了Recall了 所以這個跑鞋應該算是 無功而返嗎 Morning取消Recall 然後走回中路 哇這個時候 最開心的就是Fofo啦 他終於離開了 輪到我了嗎 要開扁了 往下靠 從這裡往下走 先把眼睛給拔了 是一個中野連動 動起來了 Jay Team身上竟然有中野連動 動起來了動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洞洞的中野連動 會不會帶起一些小風向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感覺上傑哥也意識到這件事情 有帶著BB往三角草叢裡面靠 把眼睛給先排掉 有看到這兩隻眼睛嗎 在這個六鳥旁邊那隻眼睛我知道 這是他最近有去釣蝦場學來的 這兩隻就是耳 還要釣對方來插眼的瞬間 一條魚味上去 就帶走了 所以卡麗絲就是蝦子 不對啊 對面那個才是蝦子 他看不到 難道要釣自己的嗎 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有可能有一個情況 就是AHQ也知道你在這邊有插眼 那現在的這個釣蝦場的蝦子 有一個概念是 他們都喜歡玩耳 所以有可能會利用這幾個眼味 然後騙Jay Team過來打的時候 我反包夾 哇 就是反 反包夾 這馬勝叫下來 這是蝦子拿出來 沒錯 沒得撈 老闆就進來了 哇 對不對 怎麼拿蝦子了 哈哈哈 這在幹嘛 現在包含是不可以這樣 現在包含是腎怎麼就下來了 這不可以 這不可以 因為現在變得是 這個Morning剛剛Record了嘛 反而是Zivy叫了一個TP 然後在線上先拿到了這一波的推薦拳 來看看有沒有要做一些嘗試 哇 referred都點被看到了 真的很赤裸啊 這個進去之後呢 就剛好撞到一隻眼睛 他們這個動向 基本上完全在HQ的控制之中 沒錯 這個很尷尬啊 哇這7.7版本的時候才會有這個 這個最新的這個18同仁的理性造型 沒有這場比較可惜 可是我覺得以這場來說 這次前期應該是必須要打出一些碰撞 我覺得如果能夠 就是平穩的平穩的打到中期的話 呃 Face的傷害很有可能 不能跟星斗牙抗衡 我覺得Face是一隻需要換頭的英雄 他最好是大家打得越亂越好 就是這場最好打十分鐘八比八 然後他就撈 他就殺四個十四次 那他後面很猛 哇 下路打起來的BB被練到 小孩子站在原地跟他補點 一個破壞鍵貫穿了BB 哇 原本的核心針胖戰術 在這場比賽是完全起不了作用 傑哥怎麼不見了 哇 傑哥在不在的時候呢 這個BB走了出去 被看起來是法洛社大局 當場命中之後帶走 傑哥剛剛應該是回補了一波啊 這看起來是一個失誤啦 我猜 就是對線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溝通好 對 然後就中了這個大局 或是他覺得他本來閃得掉 結果沒閃掉 這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這個地方直接打出一個正面的強殺 我覺得對於這個HQ來說是很賺 因為就基本上這場前期 只打這個視野控制 抓對方理性的位置 然後打一些反蹲 其實他沒有想要 抓到什麼大的碰撞才對 聽起來像連消帶打 對 就這場沒有打出這種事情 反而是我覺得這場 J Team是必須要打出一些碰撞 哦 4-4先用自己的Q技能做一下 段的位移 感覺上是等待一個 這個大局的出手 這個海之八族 但是目前都一直扣在手中沒有發聲 這個時間前往下走 感覺上是要 掩護一下J Team的兩個人 在對方野區裡面 而且這邊其實老三的等級就蠻高的 你看他只出中了一等 然後他的視野呢 其實也控制的蠻好的 以這場來說 就是一直有抓到 差不多J Team半邊野區的視野 到這邊其實意思也不錯 配合著小葉把這個視野排掉之後 知道等下要撞了 要出事了嗎 來了 盲針李先生 李先生要來了嗎 這個台北李先生來看一下 後面跟著是一個傑哥 勾到了小葉野之後 小葉野有點危險 被踢開了之後 是接到了一波傷害 讓4-4拿到人頭 這一個蹲的真的是好 現撈海彈 這就是J Team一直想要 就是他利用這些眼位之後呢 配合著自己的這個強抓組合 抓起碰撞 釣蝦流 釣起來 釣起來 我們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 沒有 我們釣的不是蝦 我們釣的是魚 對 我們不一樣 往前踹 抓到了Mountain的位置 剛剛釣完魚之後 J Team還想要繼續把優勢給擴大 拼了一下下路的點位 後面小葉來了 拉的燈籠趕快離開 在J Team這一步的進攻 撈到一個人頭 但是我覺得其實以卡莉絲的角度來說 他想要的應該就是像這樣子 控制視野之後慢慢的打 而J Team這邊還好有抓到一波節奏了 就是抓到一個這個 碰撞的機會 然後也沒有讓聖有任何機會發揮 人就倒了 我覺得這多來幾次這種的有沒有 J Team就可以把這個地圖給打開來 只是我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照理來說 我們從剛剛的第五分鐘開始看到的是 辛朵拉有主動優先推線權 但永遠線都是壓在4-4前面 反而是4-4先跑線了 這是為什麼呢 他應該是抓到了一次的線路的瞬間 就這麼一次嗎 一次就跑了 一次就夠了 一次就夠了 這是Face角色太強的點 就是他來了之後 一定要出人命 而且剛剛這個點 小夜夜是有感覺可能會死 所以才慢慢的走過去 因為他有先掃眼一次 再走過去 他知道對方的Jungle不在 然後 輔助也不在 但他沒有想到這個 幸福來了這麼突然 勾子在他的臉上 是這樣嗎 一勾就走了 你知道嗎 就沒救了 他中勾應該就 沒救了 放開 沒辦法了 這個很難活啊 這個基本上 這麼強的一個單體控制 對啊 前期這種被抓到 很加強位移 很難活下來 Refrain 這個是有點大絕又轉好了 閃現還有 這個大力金剛角又轉好了 我們一直都在講 台富李星一定要會什麼 R閃 這一波期待 他也可以來個R閃 來看看這一波是一個中野聯動 抓到了Chowy 哎呀 Chowy是中了海之棒 被挽住了 想往回吞了一下 套了一下 甚至冰淨中山大絕招 Mountain進場 Refrain 先往旁邊閃 閃到Money前面 一個超能解放 Mountain李先生還是倒下了 但看起來Jungle還想要來 打越杰克趕到了 要來出勾 往前Money一個閃度之後 勾子是空了 但Mountain殘血的狀態 一個爆破就動 把整個AH哥陣型給炸散 但沒有人倒下 哇 這個是一個極限殘血活下來 一直看到JT想要追尋的這種強碰 我覺得這波AH就化解的太好了 第一個是 呃 李鑫的第一個想要用Q抓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 他應該要硬上 我建議他摸眼硬上 我覺得他應該硬上 因為你不硬上的話 其實在第二輪 你看到他進去的時候 還是被虛弱潰散也推掉了 然後第二點是 菲斯的這一波直擊傷害 其實在打他星斗牙上面 就因為有勝的盾 所以接不死 其實剛剛Chowy是被接得很慘了 但是就因為有這個盾 在加上自己帶的治癒 而沒有被接死 理論上來說就是 他應該本來要帶光盾才頂得住 但正常因為有勝 其實他帶Hill就可以了 哦 就是這個勝的盾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你看一下 我覺得這第一波 Refen應該就要硬上了 他這個點是屬於想要TD看 想要抓一個一定死的點 但你看這邊他第二輪想要上的時候 就被 就被推掉 然後就被解死 是R閃 只是他剛剛那個是 這個我的學長記得留到R閃 就是R完之後趕快跑 他覺得自己要死 但是這個 他的大絕灌在臉上就倒了 沒辦法 這指定技能嗎 哇這個 這一場好像 J-TING沒有 如期的能打起很多次的小迴戰 不過這個跟J-TING過去的打法不一樣 就是過去的J-TING是個好寶寶 照著課本上寫的 有問題問老師 今天他們 今天他們這個 就在我的那個年代 就是今天他們這個頭髮也染了 對 你知道 墻也翻了 就金色綠色什麼都有了 在將會面前吃外食 哇 哇 我以前超壞的 這麼壞的事情 好愛叫外食 對 你看 這麼壞的事情 怎麼可以不叫外食 你現在聽來覺得很荒謬 這有什麼好 好怪的 對不對 但是J-TING 海之霸主 空掉了 想為對方吃龍蝦 但沒有命中 不過現在的J-TING 其實是第三波的這種主動嘗試 是很好的一個前期嘗試 反正另外一邊的話 應該是有摸了一下這條烈地飛龍 而幾個再次地蹲到的小草叢裡面 就看Mountain會不會從這個窄口走過來 最後又湊齊了這個輔助來控制的組合 變成浮野的連線了 浮野的連線其實感覺上 比較穩定一點啦 往前想追爆破九筒 是把翔羽給炸開 不過是因為坦九筒的關係 這個只是一個限制走位的概念 我逼一個閃 翔羽不交閃應該是 對 不過感覺到這一場 J-TING一直想把這個 自己的 戰鬥限縮在中路的左右側 從剛剛 這個左邊一個抓人 還有右邊的也是抓人 我覺得他們一直想要把中路的右手給擴起來 不過這個地方感覺翔羽守得很不錯 一直沒有給太多的機會 J-TING 中路感覺是什麼 鐵龍戰的概念 中路基本上是大家輪著來下野 沒有錯沒有錯 然後這個HQ選擇是利用聖 遠端一個保護 原來是遠端 遠端的保護 這個大家都知道現在最流行的雲端 對不對 就像你如果想要把你的照片存起來的話 最簡單的放到網路上 將軍委都不會不見 沒有你知道 是這樣嗎 網路上面會有所謂的外流的風險 就像這個視野佈置 如果你沒有弄好的話 你的自己的蹤跡反而會外流出去 對不對 太厲害了 這招真的厲害 科技已經領先到這裡 現在的現代科技的概念 利用到英雄聯盟裡面 就是這個概念 我們這個也是合家觀賞的節目 所以我們會帶給大家一些生活小嘗試 然後包含著雲端 然後包含著生活地理 還有一些打線轉線的概念 我們現在就看到了 目前的話 上路的一個對線組合是 Ziv剛剛應該是有往前 跟Morning消耗一波 而另外一邊 AHQ的這個 浮野 一樣是浮野 在做一個地圖上的遊走 想要把這些外流的資訊 給完全搶回來 但這場的話 其實我覺得局勢還蠻 這個平的啦 現在還行還行 就是這個 惡逼人頭 這一點點的領先 我覺得還沒有到一個 這個可以 確立優勢的 感覺要看菲絲啊 就是 FORFOR這邊的話 這個算是JTIN最重要的 一個屠殺點位 就是他直接衝進去對方的排 這個後排裡面 亂繳一通 把小燕仙給抓死 我知道這招 就是 如果拿刀子捅別人的時候 一定要轉一下再拔出來 才不會好 哇 看電影學的 是這樣嗎 不是 我剛剛腦袋裡面出現的畫面 聽起來很痛 他拿的是三叉戟 那這樣更痛 還要再轉一下 螺旋攻擊 厲害 這場感覺沒有 其實沒有發揮到幾次 他不是 他不是相日虧斑的 對 相日虧斑的怎麼會這樣子 他不會只毆打那個兔兔 怎麼變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以這場來說 感覺上這個 FORFOR還是很多機會發揮啊 因為其實他的吃兵數沒有落很多 對 你看到現在18分鐘的時候 他只落十隻兵 其實這一點點而已啊 菲斯選出來 我們先輸二十隻嘛 慢慢隨他現在十隻 別輸二十隻 四十隻都有機會啊 二十隻 十隻 那如果要更多了 如果來到六十隻怎麼辦 來到六十隻的話 那場可能比較難贏 但是還是有機會嘛 菲斯在手希望無窮 菲斯在手希望無窮 等一下就一個秀五個 那怎麼樣都有機會回來 我們聽起來真的很像是賣保險 還是賣什麼的那種詐騙的廣告 菲斯在手希望無窮 今天台詞就會有五百隻菲斯出來 我相信 我相信小豐最近就看了這個廣告 所以今天才選擇這隻英雄 所以今天才選擇這隻英雄 我覺得我們可以早前 我們可以早前開個節目 然後就是專門在賣英雄 今天我們介紹這款菲斯 菲斯造型 頑皮這個 深海頑童 他這個造型 可以單殺菲可 喔 冰箭出手了 打到喬威 閃勾這邊是傑哥 把喬威給勾了回來 後面冰箱準備進場 而且Ziv還來不及下來 應該是有被斷掉的 喬威就已經倒了 這個單抓陣 你看到沒有 而且如此的針對 哇 重度的鐵龍戰 用正面打到側面 一個大兵劍命中 隊友全部跟上之後 哇 而且Ziv是一陣爆砍啊 欸欸欸欸 早晨好像快爆了 我想說 因為他背上背著一把刀 一把黑的 一把白的 其實還有一陣招嗎 有 而且他剛剛已經明顯超過十秒 剛剛這個 那始終就是十秒 有有有有 當他被斷的時候非常的生氣 沒辦法嘛 刀總有點會斷的 這個拿出另外一把 還是狂砍 還是狂砍 剛剛這個喬威被撞到 就是他被冰箭射到 傑哥的閃溝 是溝得漂亮 不過Ziv如果下來的話 可能結果又不一樣 我覺得這場 感覺這個J-Team的針對 意味是 極為濃厚 極為濃厚 這個中路真的是 走到哪裡就會遇到人 畢竟是什麼 學長 這個老東家嘛 中路就是一個學長學弟 對 今天這個中路是 學長學弟子 我東西是個歷史性的一刻 沒有錯 到底是這個 波甫跟喬威 哪個人比較厲害 今天這一戰 對 當年離開J-Team 到底是因為你太好 還是 是我不夠好呢 還是我不夠好呢 到底是哪一個 今天就讓我們看出來 是我還不夠好 那到底 你等一下 要問他是不是 等一下採訪就問 請問一下今天 是你覺得是你不夠好呢 還是對方 對方真的就不如你所想像 喔 這個是瘋瘋的蹲點喔 他要抓誰 他想要補巧蟻這一條大魚 這真的是整隊都 非常針對 李鑫也來了 走進這個草叢 這次有粉眼了 今天大將感覺上 就是一直被針對 針對到不行 因為reframe還來 這個中野都想要蹲他 這場這個 看得出J-Team以前的這個 隊伍之中啊 哇 可能平常都不一起買宵夜 大家都看得出來 大將都不去 大家都看出來了嘛 大家都不去 其他人都自己吃 變成越來越胖 大將維持得這麼好 這個脖子就跟我講 以前宵夜是大家一直去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哦 不是嗎 你有發現 他是這個 身材維持最好 最胖的一個 其他人看起來都 我估計這個伯定 應該就是罪魁禍首 他帶大家去買 然後來看一下 烈地飛龍 是本場遊戲的第一條小龍 其實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以小龍的這個 控制率來說 就是小龍控制率來說 其實J-Team是 這個輸於AHQ的 大概是12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代表著10場內的話 會少吃一條 哇 那這只先拿一條 豈不是這場代表 已經小占了上風 畢竟平常都少吃一條 一定的 一定的 這個鉤子沒有鉤中之後 來看一下Mountain 有沒有要選擇進場 Mountain好派喔 FORFOR在旁邊原本要做牽制 反而Mountain真的踢上去了 Mountain飛上去之後 被李星給踹回來 Mountain配小葉是一個2打3耶 見面一個強壓 後面帶個勝就是不一樣 而且旁邊是FORFOR 然後這個左側呢 是Mountain加LBS F等於MA 來看一下這個攻勢 在這一波會被寫出來 硬點塔 點一點 結果在中路這一波 是AHQ的多人集結 FORFOR在旁邊 沒有任何進場的機會 這個地方一旦進到場 這一定出人命啊 不屑流成河啊 自己的隊友也會死 對方也會死 這僵屍一場 此時級的對決 我們來看看AHQ的轉線 又轉掉了 從中路原本要來強推 摸一摸之後 又往下半步走 下一條是土龍啊 其實這邊看得出來 就是這一天拿這條土龍之後呢 其實有被懲罰吧 懲罰點就是 AHQ快速集結之後 這波押中 先抓了右邊的視野 把對方能逼退之後呢 開始把中路點了一波 中打其實快掉了 以F4來說 這個很不好的消息 所以說其實這隊們 接下來都會想要把 雙人線塞在中路 不要讓中塔被點掉 那可不可以犧牲這個中塔 去召喚一波團戰呢 你說這個塔倒 對 但是會戰要開 一定要打 有有有有感覺 有有有感覺有有有有感覺 要掉了要掉了要掉了 掉了但是沒有打 好像沒有打起來 因為FORFOR要拿下塔 你看得出他的這個堅決 噢 翻開覆蓋的獻金卡 推下塔 這招 我們這招分推戰術 就在這一刻 翻身 對 翻開獻金卡 但是馬上又魔法解除 把它給解掉了 我覺得其實 這波的這個點塔的話 對今天來說 不虧啦 還可以還可以 因為 我覺得這場玩FACE的發育 是至關重要的一個點位 FACE如果沒有能夠 在會戰中拿頭 或者是沒有辦法在邊線的時候 拿到一點優勢的話 其實在遊戲後期的時候 挺難打的 因為星朵拉的這個 正面抓人能力很強 而且這個時間點的話 JT是選擇扣對方的藍 這感覺上 星朵拉對於藍buff的需求 是比起FACE 我覺得算高的 來一點 這個更多一點 應該都蠻想要的 嗯 但這邊很明顯的這個 超雲失去的這個藍buff 他永遠都看不到了 小地圖感覺上是一個 鏡像的配置 就是 紅方JT的眼位是 全部布在對方的藍區 A2也是一樣 所以只是交換了半邊的視野 又蹲回這個點 感覺上是一個 眼睛的bet 來掉蝦 來了來了來了 後面還有BB趕過來了 先把這根河道處的眼睛先排掉 BB想要假裝人出無害 我只是來拆個眼 然後就走 對對對 旁邊都沒有人 還在掉 這場兩邊的這個 掉蝦對決 哇 掉到一半 FACE直接砍塔了 有砍掉了 這個是JT的第一座防禦塔 也是這個 算是幫他們的金錢量 再拉回來一點 的一個開端 而且你看這個 Refrain跟傑哥 不愧是這個 高手 這種掉蝦最重要的是 蹲了快一分鐘 耐心 但他們沒有想到 左邊其實還有一根 那個NHQ的眼位 他還以為老三 是用他的頭上那兩根 鬚鬚感覺到的 感應流 其實不是 這左邊還有一個眼 你們沒有排掉 這裡就這個 可惜了 這麼有耐心了 但是 就是缺少的是一點細心 有點可惜 原來是這樣 我以為是缺少一點觀察力 哈哈哈哈 觀察力 這池都沒下來 怎麼還在那邊掉 不會 誰會 這掉蝦有個小主要 就是那個 它有一個排水口 換水那個地方 綠水 蝦子全部都會在那邊 你要往那邊掉 怎麼那麼厲害 我們之前有次去的時候 旁邊有個阿伯 就十分鐘就掉了十幾位 他就一直來一直來 然後我們就說 會不會是耳的問題 就剛拿到他的耳之後發現 沒有用 是人的問題 就跟角色是看ID的一樣 對 看ID是一樣的意思 對 我發現這種東西 原來是跟技術很重要 一定是技術層面的 喔 剛剛是 FORFOR跟Refread 又一次想要在這個 中野配合上面 拿到這個 算是入侵野區的主動拳 反而被Chowy打了一波 但是其實看得出 FORFOR非常的硬阿 FORFOR這個 兩件魔防裝埋起來 那必須得硬 真的硬 對 必須的 但是Chowy就依賴著自己 有這個雲端勝的防守 你知道嗎 雲端勝 其實太難被單殺了 他剛剛死的時候是被 對這個大兵劍命中 都三個人騎在臉上 瘋狂的毆打 遇到問題 馬上就call out給勝 對不對 遇到認為他call out給Ziv 我要選用call out 我要選用call out的方式 call out給Ziv 來幫他 幫我解除這個問題 只要一直喊Ziv的名字 欸 我突然變硬了 你突然變一堆盾 也有多了很多自信 原來是這樣子 但下半部的話 Morning又一次的 再主動推這個勝的線 這個就要看一下 等一下 如果說繼續這樣的情況 勝是不是就不能飛了 理論上越中起之後 呃 九筒打勝會有一點點好打 因為勝必須要依靠一件 這個太難九頭蛇 才能正常的對線 可是九筒本身打的就是趴傷 然後隨著他的等級越來越高之後 其實他的血會 回地有點快 這個側邊 這個側邊 BB覺得右邊涼涼的 但是Albis從裡面走出來之後 反而是在這個轉角 有沒有交戰的可能性 兵艦出手 結果小安是躲過了 反而小安的位子被阿閃接 勾子被勾回來 小安倒了 BB收下這個擊殺之後 後側邊 也是FOFO跟Mountain的交戰 馬上跳開了之後 中路又是一次翹宇 被包補球給炸出來之後 摸你一個角龍砸在腦袋上面 翹宇要倒了 這個鉤子又再一次的捷弓 傑哥連續兩個鉤子 再一個轉位手道把Zip給刷回來 Zip開啟了這個立場之後 先阻斷了對方普攻的一個格擋 接著下來是FOFO往後再跳 這一波團戰是由J-Team兩個人頭入仗 哇 誰說J-Team不會打會戰 不會強砰 哇 這一波 你有看到傑 傑哥 空中把阿閃的人扯下來 哇 就是掉蝦了啦 他就是滾來掉蝦 那個鉤子 好痛 直接扯下來 小安就爆了 哇 魔尼還想要肚子往前來硬殺 如果魔尼沒有 這個Zip沒有交這個嘲諷的話呢 就要被傑哥再勾回去了 然後剛剛另外一邊是 後面傳送出來的這個早晨 早晨 後面把這個敲尾給炸出來之後呢 也是隊友接上的傷害 把他打死了 沒錯沒錯 我覺得這波其實J-Team策劃得非常厲害 因為感覺上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他只是在HU的左邊有三個人 要想要切回中路 結果被擋住 沒有被回來被cut住的瞬間 可能就決定要開啟這個會戰 然後我覺得接下來的控制技能接的 有點漂亮 可能平常偷練很久 看起來他們最近都在這個 吊蝦場修煉 在不知道的時候 萬雙C有一家還不錯 在練完團之後呢 就是吊一個小時 大家就開始討論 寧靜 平靜一下大家的心思 這個要體悟心靈祥 最棒的方法是吊蝦 是這樣嗎 但這邊這個火龍一拿 我跟你講AHU仿佛失去的都回來了 火龍厲害 上一場比賽的時候 你就跟我們提到說 火龍兩條疊起來特別兇猛 而另外一邊J-Team是想要 一條土龍的額外對十四級野怪 攻擊加成 巴龍要掉了 而且AHU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連Ping點都沒有 哇 J-Team這個call大膽 果斷 拿到了 有照到有照到 但來不及了 根本到不了 今天的J-Team 完全不一樣 難道是 知道AHU的主場日 打得特別猛 我們來看看這波 第一個 直接打Ping點 雖然被小安躲掉 阿閃之後空中扯下來 小安直接暴斃 然後酒桶落地的瞬間 把CHAOE給炸出來 我覺得這個點很重要 閃度皆大 炸出來之後呢 這個把CHAOE炸到了BB臉上 BB在狂點回血之後活下來 這場把ID遮住 以為是LCK啊這波 右邊那個看起來很棒 真的很棒啊 右邊的艾西玩得很棒啊 我覺得這 這一波真的厲害 不過早晨的酒桶 理論上是玩得非常好的 從以前在這個GPL時代 他就man中路的這個酒桶 太久了吧 那個時候Alex硬姐也玩過 對對對 你學過的角色就不會忘 跟腳踏車一樣 會騎就不會忘 他在後面 不是 他叫他過來 我懂得意思 這個是刻在你的記憶身處 在你的海馬體裡面的 一看到一選下這個角色 哇你這個感覺就來了 手感就來了 來看一下上路 有巴龍Buff的話 J10可以加速這個遊戲的進程了 中路拿到手 下路拿到手 上路也跟著進場 三座外塔都拿到 J10在首三座防禦塔的話 也是比起AHQ 全部的比賽紀錄的數據裡面 是少10個百分點 但他們在這場做到了 而且我覺得 最讓我驚豔應該是這個巴龍Call吧 其實他們完全洞氣了 因為自己有一條地龍的優勢 所以直接塞了一個局 之後把火龍給了之後 把這個巴龍給吃掉 地龍非常非常強 因為地龍打的是 真實傷害 就是 巴龍的防很硬 比如說你現在物攻225 你打他下100滴 可是如果你是火龍的話 你就會打他100滴之後 額外再打他這個 10%的真實傷害 所以事實上是25滴 因為你是用本來攻擊去算 這個基本上是做壞的 所以說他有那個地龍的話 就很好打 而且我覺得以現在來看的話 該買的裝備 菲斯 FORFOR這邊也幾乎要買到手了 差一點金人 就可以自由進場 而另外的話 新蘿拉 喬伊這邊的話 則是要買法川棒 傑庭帶著BUFF進入了 HQ的下半部的野區 感覺上是想利用兵線的轉線 來牽扯住 HQ目前的攻勢 下路 已經是有早晨一個人 在推這個防禦塔 而且BB也跟上了 這個二塔看起來是守不住啊 這放二塔啦 這不太能定 挖多連手放 MONEY這裡的話是遲到這波控制 接著燈籠 傑庭拉回來後面是Monster的進場 冰箭沒中 而且這一個往前一飛之後 是把Steve給帶到人群裡面 來一個嘲諷先 操作了MONEY跟傑庭 傑庭這邊有點危險 而且是蘇瑞選手 先把血量給回復起來之後 Deep彈到最前方 MONEY在一個肚子把Deep給留住 側面有FORFOR 海之霸從命中在Elvis身上 看起來是要切割戰場 Elvis倒了 被一個E3給收掉了之後 繼續往前做追擊 而且FORFOR這邊吃了超能解胖 根本沒有傷害 理性一個大腳一踢之後 FORFOR在車進場 先到海膽 這邊有點危險 再往下跳之後 又調皮小肺 而且Deep倒掉 只有Refrain 收下這個人頭 二塔要倒 傑庭這一波的進攻 MONEY還交閃往上先閃開 但是這裡的AHQ已經倒下兩名成員 傑庭一個人都沒掉 這一波就是看到AHQ 想要利用對方人數不夠的瞬間 打一個正面的強開 天啊 踏高地啊 但這一波的強開 你看到的是 Mountain帶著勝的大 想要直接切後排 跟之前玩葛雷夫的時候 一模一樣的套路 他直接跳在IC上 但這次BB 他遇到的沒有這麼可怕 葛雷夫見面一槍傷害就出來了 可是 還是要打一陣子 而這一陣子他直接想要閃現 往後一拉之後 戰場變得完全分開來 我覺得最致命的應該是 菲斯傳送下來之後的那一條魚 那條魚一丟進來 讓你退也不是進也不是 直接被殺穿 我們來看這波重播 第一個點位上面來說 我覺得AHQ想要抓早成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把自己的 控制技能放掉了很多 反而是沒有的大 這邊把聖用來保護後排的技能給按掉 所以這波進去 一旦沒有瞬間來BB給打掉之後 變成自己的會戰張力是很不夠的 因為聖本身其實只有一個嘲諷 反而被九孔追得滿氣泡 然後這一個魚的切入 打在小伊的身上 其實你看到Galemontain沒有辦法退場的這個位子 沒錯沒錯 然後小伊也不能夠往回閃 因為會把魚帶到隊友身上 那樣子更危險 對 他直接讓前方兩個人必須會放棄掉 哇 而且後面基本上 你看到風魔是不會被限制住 狂擦猛擦 風在裡面 前跳 後跳 哇 扭來扭去 2比6 這個情況 在J-Team身上好久沒有看到了 32分鐘 領先的將近要6000塊錢的經濟優勢 這個主場日 AHQ 必定是想要努力拿下來的 但J-Team的話 也是想要把這身上給收下來 因為如果說他們打敗了AHQ 會確保他們第三種子以上的名次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上二塔的一個爭奪 盲田在側邊還想要進場 又一次帶著Ziv進來了 先往前一飛走閃現 想來做控制 但Ziv被留在左邊的暗上 BB要倒了 BB這邊還在用普攻來回血 但最終還是由小安的法洛斯觸發自己 附仇怒火的被動 左邊右邊的Fofo 準備要來尋求一個點位來進場 被破爪劍給趕走之後 傑哥跟Morning兩個坦克跟Ziv的對卡 一個鉤子先把Mountain給勾下來之後 Mountain再飛進去 吃了酥醉神石的一個回復效果之後 Fofo進場想來收Mountain 但後方小安是沒有人限制輸出的 來看一下小安的這個攻擊點位 Fofo盯上了小安之後 一個線條海帶最後被小安給射倒 剩下Morning跟傑哥兩個人要繼續往後撤退 而Ziv是想用嘲諷來做追擊 但是能不能追到呢 看起來是有點難度的 這波H1不會是這個最喜歡打架的隊伍 到現在還是一樣有這種感覺 剛剛第一波也許下路的時候打輸 拚輸一個並贏 但是沒關係 下一把也O贏 下一把也是O贏 看到了飛絲不在的瞬間 正面就直接槍開 而且這一波同樣的一個套路是 把聖德大絕套在了Mountain身上 但是這一波這個BB就沒有閃現了 當場被帶出 我覺得這邊可能BB可以選擇點那個燈籠的話 應該會好一點 他剛剛沒有想要點 他如果點的話位置會再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他估計還是會死 因為看得出 喬尾是賭命跟他玩的 你看這個原本第一波 真的 他應該要點的 他如果點了燈籠的話位置會再好一點 但是你看到喬尾是 閃上去接傷害的 也就代表說H4沒有打算讓你火 即使喬尾會秒殺 以命換命 對他是要用他的命來換你的命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會死 那這個最後的點位上面來說 我覺得有點可惜 FORFOR的魚雖然命中了 但是他的 這個位移技能先繳一段之後才碰到Mountain 所以說其實 他沒有能夠很輕鬆的把兩個人都收入口袋 你看這一波還是先講E才Q過去 所以他傷害其實不太夠 少了一個技能 然後最後給了這個小安一個很好的輸出 完美輸出耶 小安從後排點到前面 這個 這一波我覺得對H4來說是 非常非常不錯的 而且攻速流的法律師就是需要這樣的一個戰況 就是前面的人全部死光了 然後剩下我一個人 對方全部殘狀態 我用復仇怒或被動加攻速 一個一個把他全部點掉 這其實就像是這個 你帶了一個卡特蓮娜之後 你就必須要先殺出第一個人頭 同樣的感覺 就是等於是 要讓小安來Carry這把遊戲的概念 因為剛剛以Carry的玩法來說 就是要先把對方灌殘讓小安收了 所以AHQ如果說要保護小安的話 可能等一下團戰內容上 需要去注意這個射手點位 Jay Team 就是看FORFOR的發揮 但這個地方其實仔細看 Jay Team已經用了兩條圖了 他這個吃的巴龍的速度 再次加速 因為太快了 造成什麼彈不太足 因為他有大面具 大面具打坦克很痛 好像有點厲害這個道具 對這個裝備打坦克非常痛 不會太好擋 就是在這個關鍵窄口 上一次的話就是Jay Team 因為他們當時是被繞備 就是在這個藍BUFF區域 今天他發現了 就算他沒有了葛雷夫 還是強行繞備 對 我不要把戰場射在這邊 聽起來有點恐怕 可怕 戰場在這邊有點可怕 我們把戰場射在左邊一點 OK好 那這樣當然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你發現這個戰場的選擇圈 基本上在Edge手中 他想要 讓Jungle帶到哪裡 就帶到哪裡 哇這個卡莉絲 帶來是一個這個進場的機會 現在的菲斯是一個邊線單帶 而且看起來 這個HQ的防守速度是略慢了一些 我覺得其實給FORFOR拿 菲斯肯蒂米亞拿艾克好 好的點在於會戰後期的時候 我不喜歡艾克是一點 因為一點是艾克後期的時候 一定沒有菲斯強 菲斯後期其實非常非常的強 哇這個巴龍 Mountain是進入隱形階段 由Mountain來阻擋Mountain的一個進場路線 但是Jungle還是選擇回頭摸了這個巴龍 來看一下是要打架 還是要來打團 Mountain進入隱形 在岸上 正在尋求一個側邊騷擾的機會 而小安的多連鎖其實還有出手的機會 找到了Charlie Charlie是中鉤又中魚 而此時Zip還來不及下 Zip是下來了一個超閃 先把Jungle的大部分人給留住BB 往後閃現之後 反而把Zip給留在了後頭 多連鎖 出手就控制住 但小葉葉又被傑哥給勾起來 小葉葉被放倒之後 傑哥拿到這個擊殺 繼續往前做追擊 Mountain跟小安雖然說是滿狀態 但右邊只能逃亡 左邊留下Zip Zip看起來是要倒了 Mountain跟Refrain還能繼續追擊Mountain 往前一個Q1接Q2 Mountain往後一飛 把BB給換掉再跳下牆 不過畫面是Refrain跟閃 要來繼續留Mountain 哇扭腰躲過來 五下了 來看看這個爆爆角度 把Mountain炸在牆壁旁邊 最後倒在Refrain的狂風暴雨之下 巴龍還是要掉啊 但是我覺得三哥這個最後一波的這個抵力 真的打得好啊 進去還是把BB的自殺掉 三老爺又高又硬 使命必打 哇原來是Felix 沒有 這一波 Montex啊 蹲點 這個蹲點也太邪惡了吧 但馬上就被誓破了 不是他根本不太敢來 你們怎麼還在蹲 這給了一個眼睛亮船 感覺上次Zip滿血狀態要進場 後面丟了一個海之霸燭 於是沒有勸退的嘲諷留下了Morning 後面是小安是一個二兄 四 對阿龍開始看齊吧 就是第一個點位上面來說 原本老三其實繞到了背後 他想要的就是 如果對方吃的話 他有機會 進去搶之後呢 對 AHU打算把會戰點位設定 在這個巴龍之中 打算在巴龍裡面 因為 J-Team吃了會掉狀態 然後會 得到一個減防的debuff 有可能在裡面打會戰的時候 其實對AHU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的 星斗阿在那個窄口 也發了很好的效果 但就在這個點上面來說 我覺得這個J-Team的反應非常快 他這個大兵劍 又再次命中了Chowy 配了著其他隊友的這個控制 就是當場把對方的裝備灌飛了 我在想的是 Chowy這一場 我只是在一個 算比較偏馬後炮的一個 這個問題 就是Chowy如果這一場 是帶上進化會不會好一點 這場其實帶上進化會好一點 但是他會 對線壓力很大 喔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英雄能不能 對AP角色的設定上 一個很大的 這個 限制 就是AP角色買了 頭巾之後呢 是不能夠合成任何有用的裝備 對 他是故意的 對 但是我覺得這場其實他可以選擇出驚人 因為驚人對飛之騎很有用 對 如果說你被大盜的時候 你可以按驚人 那你就不會吃到他的這個 第一套的傷害 你也不可能被他殺掉 我覺得這是個選擇啦 但是這場其實你看到的 Chowy是想要 把傷害衝到非常極限 他很快的出大面具 這個 對方坦克傷害非常高的裝備 他目標是想要在會戰中發揮的 一個極大輸出的這種位置 結果 比較可惜的是這場感覺被針對有點多啊 我而且 原本J-Team我們的理解都會是打得保守 打套路的J-Team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在要團的 他現在是來打團的今天 他在打團的 那兩條土龍在手 J-Team其實對於巴龍 還是有一定的一個消 這個壓制能力 H-Team很怕這一點喔 對 H-Team知道這個巴龍其實會掉得非常快 所以根本不能遠離 所以現在基本上 整套遊戲的這個視野戰 全部都圍繞著巴龍 又回頭了 然後J-Team就是無聊 就點個三下隻巴龍 我速度好快 點到一半呢 這個H-Team就要衝出來了 剩下8000 6000 越來越低 來看一下 ASQ Mountain能不能偷到多利所 先擋在傑克身上 之後猛特被勾下來了 而且被炸進去之後 中擊最後是由BB拿到的巴龍 這一波 還是霸主持把Chowy LBS跟小安三個人給一次震肥 但是戰場被切割開來之後 猛特被踢上 肚子在接一個勾子 Ziv根本走不掉 整回手都把Ziv刷回來 決被打掉 來看看小安的位子 還有巧威的位子 巧威沒有磨了 超人簡泛放在佛佛身上 沒有倒 Ziv站起來之後再一次的 進入了戰局 而Money在喝酒 最久狂暴的減傷效果非常優秀 這一波我覺得FW打得好 他真的打得好 其實在JT第一個點是 知道自己兩條土龍 真的秒半是更快之後呢 只要對方稍微離開一下 馬上開始秒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畏懼跟對方拚最後一個重 因為即使拚輸了重 他們還是有機會 能把進來的人收掉 我覺得這個點是重要的 對 他們要把進來的人殺掉 所以 不然老三進來 或者是Ziv進來 都一定要把他們打殘 或者是把他們殺掉 那這個點我覺得拚是好的 第二個是我覺得這個 在外面擋人的時候 FW擋得太好了 他第一個海之霸族 如果沒看出應該是命中 敲飛三個 應該是命中了小安 所以說呢其他人是 沒有辦法走進來的 因為小安中了之後 他如果不把他放在後面 他會被單殺 接下來在會戰中期的時候 這有燈籠 有燈籠 你怎麼不點燈籠 被綁住了喔 Money這邊是喝了醉酒狂暴的 減傷效果 往回一個肚子後面亮TP 這應該是FW的TP 準備要進場Ziv 又被刷回來 身上沒掛 嘲諷又空 而且往旁邊一踢了 Ziv做出了一些傷害 FW進場一個先撈海彈 先把剩給撈死 後面Mountain再一次跳出來 想要收BB 進入隱形階段 但是海之霸族 是把Albis跟小安一起給切開來了 進入了精神狀態的FW 等一下起來 終於應該會說小筆小飛跳走 是沒有問題的 下半部的戰場 也是有絕頂拿到的一個 算是打線上面換血的優勢 然後我先去把上個會戰 然後上個會戰這個 在側面切割的時候 FW他用他的撐桿跳 躲過了辛奪阿德這個大絕 他其實真的卡了很多時間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FW應該要回放那一波 他其實打得很好 他的菲斯跟西門的明顯不同 Mountain Mountain你中勾了 用頭帶先解開 但是Refrain提進來 算是一個血量的Bait 卡馬上的一個群盾 又要打起來 一個Sherocrit3千推到了對方的兩個人 再用鼠罪神石回復的血量 我剛剛正想講的就是 延續剛剛超老師所說的 因為菲斯的CDR現在是近乎滿的 所以他是幾乎40%的CDR 所以他剛剛在團戰裡面是各種跳阿 我是覺得 他的這個菲斯帶給對方 是一個側面的這個 後排壓力 而不是一個 秒殺你的這個瞬間秒殺的角色 哇爆破就把Mountain給撈出來了 而且這個海之霸主 還有額外的一個先撈海膽效果 這個傷害太高 Mountain已經倒下 而且Mountain還想要繼續追大兵的出手 結果小葉也是扭腰躲過了 Mountain再往前丟了一個滾動酒桶 Refrain盾上來 但是這個戰場 在這個窄口 又是這個窄口 小安斯先收掉了菲斯之後 想要繼續追緊 Ref來了 拉蕾歸贏這種Mountain 想要跟傑哥一起逃走 就是這個窄口 傑哥絕對不敢入了 這個窄口是最可怕的啊 對這個不敢打 傑哥被留在了後面 Ref的嘲諷看一下 這個推球推到了傑哥 感覺上次要放了 Ref往前 閃現槍來留在嘲諷 由小安拿到擊殺 就是這個窄口 不過這一波其實對於 J-Team來說 就是多掉了人頭的感覺 我覺得確實他們的這個 攻勢的節奏上 有被阻斷 但是我這場其實看到J-Team 已經看到了他們很勇敢 就是完全沒有在退縮的啦 有有有有 每一波菲斯基本上都是亮傳送 之後跟著大家打團 而且我感覺到 這場J-Team的這個會戰 其實打得很不錯 他的這個菲斯打的是一個 這個讓對方的後排 不要進來輸出的這種 給後排壓力 而不是進去秒殺之後 拚換頭的這種打法 其實他的打法看起來不亮眼 套路不太一樣啦 他的打法看起來不亮眼 但是呢是J-Team所需要的內容 牽制 他給對方後排的牽制 讓他們在擊殺對方的坦克速 永遠比對方來得快 我覺得這是他這場所發揮這個很重要的點 剛剛這邊看起來是追身了之後突然就被秒了 不過我看了一下艾希的出裝 最後一間看起來是想上摩提斯深淵 怕被對方一波換倒 但兩邊的Carrie位其實都是想要 有這樣的概念 就是以小安的角度來說的話 就菲斯壓力很大 先出了一個摩提斯深淵 而且還出了水星接這個 就水星也出了 那滿裝的 這個球也有驚人啦 也有驚人 防裝都出來了 接下來其實對於J-Team來說 就沒有這麼容易撈到這些機會了 因為這個基本上對方的防裝已經出了差不多了 他們現在要依靠的就是 前面自己所打下的優勢之後 能不能在會戰中繼續的發揮出來 因為在進入真正的會戰期之後 其實H-2的組合會戰是很強力的 他們的LE很強 那但是J-Team所擁有的是一個很強的單點抓人能力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 他們如果能一直在會戰中 把Fofo的這個點位變成給後白壓力 讓對方沒有辦法輸出坦克之後呢 他們才能在會戰中達到好的成果 但這個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之前其實是表現得滿不錯的 在戰場重新設定 老三又要繞了嗎 老三又要來往前一飛 他比小菲先飛走 來了來了 這邊能不能讓Leave進場到 左邊是Morning 這是沒進到 但是終於有卡得到 這是個H-3的好機會 終於有卡得到 雖然說沒有了聖的大跟卡伊斯的大 但是問題是這兩隻角色其實在切割這種窄口很強啊 好痛喔 Montor的飛彈其實非常痛啊 跳了差不多快四分之一啊 要看一下FORFOR的這個進場角度 Montor已經看到了FORFOR的位置 HQ也是拼出來的 而且李星reframe還在後面 哇想跟著FORFOR一起做騷擾喔 這個是給很大的壓力 而且還有一個點是 卡伊斯其實在最後期的時候 單挑是有可能會 坦得贏像菲蘇的李星這種英雄 因為卡伊斯的單挑能力很強 他只要防裝買得夠重 就打得贏 像這場老三其實有頭戴啊 有水星鞋 其實就有機會拼得贏 不過我看了一下 這傑哥這個目前的話 極下參與率是基本上快100%了 就只有一個他沒有參與到 反而NHQ又要在這個角度裡面 來尋求一波團戰碰撞的機會 不過Montor這邊是沒有閃現的 所以沒有渡閃的一個開戰機會 而在左半部 Zeef套了一個群 小葉套了一個群盾之後 先把NHQ的隊員往右下方拉 Zeef再尋求一個嘲諷進場 我認為NHQ是不害怕正面的無打無團戰的 因為正面的團基本上 卡伊斯很強啊 卡伊斯往前飛 Montor一個肚子往後拉 哇NHQ又卡到了這個中路的位置 哇這兩次都卡到了 而且Zeef在趕羊 先把J-Ting先羊先趕走嘲諷 而且我覺得這算是有點勸退異位 先把Refrain給切開來 這個地方你看到NHQ其實在推進的途中 非常的小心喔 一直在抓李星跟副後兩個角色的位置 他們一直在抓這兩隻的位置 因為自己的carry位其實沒有位移 尤其是他們現在的中路 對 喬比現在還沒有閃現 所以如果本來被踢過去 會但是有可能一波被帶走了 那這個點位上 我覺得NHQ處理得很好 就一直在等 然後抓抓看能不能在路邊呢 抓到一點小的機會 45分鐘了喔 現在遊戲 今天的四場遊戲都走了 應該不能說四場 今天的前三場現在都走了特別的久 不過目前看起來 不好意思 目前看起來的話 人頭數現在跟經濟都已經不算任何東西 就是防禦塔啊什麼 其實在一個八龍之後 就會全部都拿回來 現在的經濟也沒有落後 就老實說這個落後也不算什麼 現在這個時間點真的拚的就是 最後的那一個團戰 J-Ting這邊其實有的優勢就是 之前拿了兩條圖 帶給他們拿物件的速度非常的快 對 如果說他們能夠在八龍重生之後 在旁邊稍微射一下 那個八龍掉的比之前會更快一點 但是我覺得你看到AHU 現在是有考慮到這個點了 他知道說如果再被你秒一隻八龍的話 把面賊太掛不住了嘛 對對對 我們趕緊回來把視野先控制好 如果你要進來的話 那我第一時間就要跟你打起來了 只是我好奇的是 我們過去都一直在講說 啊這個有愛系的隊伍的話 要兵劍嘗試開戰啊 一直要趕快丟兵劍啊 但感覺上J-Ting在這個時間點 反而不敢輕易的把兵劍交出去 因為這個對方的Jungle我也有了頭戴 然後呢中路有驚人 其實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對象 去使用你的這個大兵劍 還有卡拉的跑速其實在這麼的後期的時候 會讓他們非常容易扭過這個大兵劍 你看看這個小葉這個盾一拿 隨便都扭的掉 對對對 而且我另外一個想要問的是輔助的問題 就是現在的話 道具大家都出了是日輪啊 蜀罪神石啊 甚至是魔鍋這樣的道具 反而什麼席科號角 智卓魔技這些都沒有出現 可能的原因會是什麼 因為這個AD不消數這些裝置可以射死 然後AD出了這些裝置也不能確保AD會活下來 只有給他更高的輸出 但是他也不能活下來 就是應該這種概念 不如給他盾給他血量 對對對 你不如出一個這個能讓他活下來的裝備 因為現在這版本的人打人都太痛了 他不需要讓他活得更久 他不需要讓他打得更痛 他已經很痛 但他需要讓他活得久一點 所以現在的話都是偏續航力 續航力跟生存力 而目前下半部 兩個血量快要4000點的大漢 在對歐啊 這個邊線 這個邊線我猜應該是非常非常無聊啦 估計兩個人 直接跨過對方之後呢就 就推到底這樣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騎士試驗欸 在聖身上 在聖身上是出了這個 我們會比較偏向是坦型輔助出的道具 這個裝其實在 我昨天的LCK比賽裡面 他們也有出上路 這個家文最後也有買 我相信這個版本 對 上路估計走到最後就是這部田地 坦到歪頭之後呢 還幫人家加能力 拿著盾嘛 穿著鎧甲 還有披風 最後還是要戴頭盔的 最後還是要戴個頭盔 真的會戴上去 沒錯 這個套裝 套裝就加成 後面是Mountain進場了 這裡又帶著ZIVB要來留人 哇 閃線先躲過了嘲諷 而且FORF還在拉 往後拉了一下之後 應該是會進入驚人狀態 但Refrain 應該是要借國瑜登用離開 把FORF給放生掉 FORF再一次進入了調皮小飛階階段 往後想用先撈海膽來做傷害之後 多連手 摩尼傳用肚子躲過 但是LB閃線往前 又一個靈魂裂結 摩尼在交閃線先拉過 但下半步 BB終於到場了 來英雄 要來進場 但是 最後是把Morning 的位置 給往左邊拉開 想要踢 但TRY進入了一個技能狀態 冰箭也是空掉了 TRY是被往回刷 BB用神線先躲過了Mountain的追擊 但傑克看起來血量很低 一個548點的暴擊 有小孩收下這個擊殺 Mountain進場之後 被李青給往旁邊移 踹BB有點危險 往回盾地下 這個虛擬怪戰 關鍵喔 是把人給留住 而且看起來 這一波團戰 JT是打不贏了 所有的H工程員聚集 這場我覺得 這個 老三的意識也太好了吧 各種抓 逆轉 帶著勝 就是抓 就是要抓 從頭抓到尾 也沒有因為任何一波的失敗 抓猴大隊 而停下來 怎麼抓猴大隊 不要拍 不要拍 不是 我覺得這場老三真的 打到 從幾個會戰裡面來看 你就知道 他每一次帶勝進去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帶領隊伍往前走的這個燈塔 那他在會戰中呢 非常敢砍 你剛剛看到下午有一波 這個 在對方的 誒剛 JT剛拿完巴龍的那一波 還是 下半部 遠古龍的那一波 他最後還回頭有砍一下 我們先看第一波這裡 你看 Mountain 他是利用自己的隱形 有兩秒的特性 帶著Ziv衝到前面 Fovo看到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你走不掉了 所以他這個位置 基本上是不可能會活的 一定會死 那這個人一死之後呢 變成早晨的位置也很差 早晨的位置是 沒有辦法能夠 這個 救到他 也走不掉 兩者都做不到了 然後這裡呢 這個JT這裡 這個 開兇了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真的很兇啊 直接就要R閃回來之後 再配個捷克的狗 這裡又 又是來掉蝦 失敗 蝦子彎2 他不咬 這個不能掉那麼多次 這個 沒辦法 這個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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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蝦尼真的漂亮 他是一個直線推了兩個人 這個蝦尼你知道嗎 這個蝦尼你知道嗎 這個蝦尼 每一次都被你這招打到 我就知道該買驚人了嘛 我就買了 那我就沒被踢到啦 這一次 我覺得那其實 這一波就是一個這個 最後那種 逆轉的感覺吧 就是前面其實有 有好幾波我覺得有抓 但是其實你看得出來 不一定會贏 但是抓到最後有一波 我覺得當卡麗絲的裝備成長了 當這個抓到正確的人了 就突然一波就贏很大 我套了一個群盾 加了跑速 AHQ這一波是踏上了JT的高地 這感覺上很難處理啊 原本都是JT的節奏 反而在幾波的這個團戰亂套了之後 打不起來了 而且BB現在點這個勝 ZIV看起來點不太動 這ZIV的盾超級厚啊 這就是我前面說的這個 JT的組合必須在前期的時候 打出一些風向 因為在最後期的時候很難打 就是JT AQ組合在最後面的時候很強勢 所以你看得出他們沒有 需要做太多事情 正面很自然的很硬 然後呢這個 會戰呢 打到有一天突然之間就會開始贏很多 我覺得其實這個組合是選的很平穩的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感覺AQ是想開喔 有點想 有點想開 想像是把大絕交掉了 想像沒中啊 他中了就開了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其實想開戰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塔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 大家現在見面也不用談這麼多了 對 誰的carry先倒誰就回家了 還有一場還有一場 什麼回家 什麼回家沒事沒事 不吉利不吉利 誰的carry先倒就可以準備下一場了 對對對 這個50分鐘的遊戲時間 一波團直接到底喔 來看看我覺得JT這邊的話 除了Furfer的牽制 目標還是會偏在傑哥保護Bibi的這個點上 Bibi只要不倒都還有機會 這個掉蝦流必須再成功一次 對 這一次就夠了 最後這一次 沒錯 Refren能不能夠當作一個發動機 把人踹出來 我剛剛以為Refren要真的勇往向前了 感覺上Morning的一個閃度是必要的 所以感覺到JT只是 欸稍微做一下防守 然後過過招 欸 反正兵箭真的出手了 但是這個時候大家都有頭帶啦 我以為他們只是過過招 結果兵箭就真的丟了 我剛剛想說應該是要等Morning的閃線也轉好 Furfer的閃線也轉好之後 大家來一個正面 公平競爭 對 這個巴龍 不會開吧 遠古龍 這很硬欸 遠古龍 這個很硬 15000滴血 JT要拚欸 還是打得掉 但是應該會打起來 我後面是亮傳囉 會打起來 亮傳了 Ziv是亮傳 而且要截斷一下JT的退路 這個掉了 JT摸了到1萬的遠古巨龍 剩下1萬血量 Ziv直接切割戰場 要開搶了嗎 而且成長來掛GA 來看一下Refren的位置 東東 就在這一波了 JT打野歷賴以來 結果還是搶不到 Refren被推了一下 拿到遠古巨龍的ASQ 你這樣不就要結束了 這邊有來做特別追擊 而且Refren看起來是有點難逃了 被推了 欸沒有被推 被捏了一顆球 傷害超高 超能解放直接灌死 怎麼這場是這樣結束的 他怎麼能不上 我覺得其實前半場 給我的感覺 JT是很敢拚的 但在這一波裡面 我覺得不拚的話 一定輸啊 因為李星位置太糟了 李星如果不進去拚 然後大家不跟著打一個團戰的話 他是一定被追到死人 對 對方有卡馬的加速 有著無限的位移過強 有五個人 你怎麼可能會活 把把修漢到最後面反而Fold了 把把修漢到順便剩下100塊 過的時候對方有1000塊 不完了 你居然連續Fold兩次 哇 你要沒錢啦 怎麼打 怎麼打這一波是少了李星的 關鍵一個R閃 把對方的後排踢出來 要看一下J Team剩下的四人 能不能守住J Team最後的主堡呢 這個很難守啊 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Edge可能正面衝進去 就不見了 這個勝不是吃素的 這個勝不是吃素的 7Q今天主場日 能不能在第一場比賽就起開得勝 就看這一波 抱負球筒先把人給炸散 這一波是決定最後的開戰機會了 往前滾動球筒 肚子也是撞到了Ziv 但是Ziv根本就沒有在扣血 互動中打不過嘲諷 一次嘲諷兩個人 愛心一瞬間不見 克萊門寶典第四顆 第一開頭 Disappear 一個多連鎖 是想要來往FOFO 在FOFO進入精神狀態之後 起來馬上被放倒 拿到一個雙殺的Chowy 帶著自己的隊友 往左邊先把兩座防禦塔給拆掉 準備要來結束今天的下半場 第一場比賽 最近前期 前30分鐘打得特別好 但是最終團戰 沒有辦法打贏 非常可惜 我們要攻擊AQ 拿到這場比賽的勝利 主場就是加成 主場就是加成 我覺得其實這跟AQ最近的比賽